首先来关心美国华人把握2019年农历新年游台湾 台湾有哪些特色景点不容错过呢 东新闻本周的新闻广角进单元 特别推出了新的专题 台湾春节特色游 带着观众朋友一起去郊游 迎接九合一大选之后的高雄新气象 原本高雄港旁边的旧仓库 现在重新改建成了新的文创休闲空间 因此东山新闻就要带着观众朋友 特别去走一回 新颖的卖场 来来去去的人潮 还有这个网美最爱的打卡景点 高雄战二裤旁 纯白色的旋转木马 超级梦幻 总让人少女性喷发 但其实这个码头过去几十年来 不仅阳刚位十足 更是日据时代 糖 香蕉 杂货的进出口集散地 这也是高雄的第一条铁路 是日据时代日本人所建造的 称为兵线 也就是哈马仙 早期香蕉由这个地方直接运出口 战二库前 至今还保留旧时的轨道 这一张张照片 记录着日据时代 高雄港码头旁的日常 因为以前高雄作为日本的一个南京的基地 所以会把非常多具有经济价值的 例如糖 盐 还有香蕉 它都会用火车的方式运输到仓库 短暂存放之后 再透过海运的方式运输到海外 现在的战二库就是在被轰炸之后 将四个仓库改建和尔为一的 墙壁上高雄港的字样和logo 斑驳的装修痕迹 诉说的老仓库一再变身的命运 现在透过钢鼓鼓墙反而让老仓库变得日久迷新 挑高了仓库隔出二楼 不仅是文创展示区 更是看海喝咖啡的热门座位 高雄市长夫人李嘉芬 为高雄第二艘电力渡轮 起伏二号下水启用直屏 高雄拥有两艘不会造成海洋污染的电动渡轮 将带领更多人造访高雄码头旁的战库群 从大家最熟悉的战二库延伸过去 还有战三 战四 战五 一直延伸到战石库 这一大串的仓库群现在一一被打开 除了被当作是文创 市集 展演空间 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 就像是一个大的珠宝盒 分别被放入不同的物品 各自绽放不同的光芒 东森新闻 林长董一贤 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台湾新年走村又有新的去述了 位在基隆和平岛的阿拉宝湾 过去是旧的雷达站 谢俊改建成了咖啡厅 开放游客 可以边吃美食边看美景 让视觉还有味蕾一次满足 爬上长城阶梯周边建筑 气上亮眼色彩 仍看得出带有浓浓军事风格 这也是和平岛旧军事雷达站 如今改建成咖啡厅 怎么看都有好景色 吸引民众前来泡茶欣赏 我喜欢这种大自然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说很适合大家来这边放松 一整只奶油螃蟹端上桌 除了喝咖啡聊是非 来到海边当然要大口吃海鲜 业者精心打造各式特色料理 让游客看美景吃好料 用餐起来会很舒服 然后看到海景也会心情很好 四季看起来不一样 其实夏天来这边比较好玩 又可以玩水 又可以看很多漂亮的风景 冬天 可以来这边餐厅吃东西 酒足饭饱不妨上上布 戴好安全帽穿上安全背心 跟着导游走到海岸最前线 准备来一场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展览 顶着强劲海风 除了看海洋的美 周边岩石各有各的纹路 在往前走 还有各种奇形怪石 大自然最美的画展 就在眼前开展 双利岩石海边海浪不断拍打上岸 美丽海景还可以远眺基隆雨 这里最有名的还有一块块 被切成像豆腐一样的豆腐岩地形 每当日落时翻黄金光芒 洒在豆腐岩上 曾被国际知名网站评比为 全球二十一个世界最美日落观测点之一 动人美景虽然过去暂停对外开放 但从二零一八年八月 重新对外开放 让民众人一窥基隆沿岸的美 春节廉价更增 左春好去处 东西文旅国宝 如智杰旅汉 基隆报导 好 接下来来到台湾 宜兰一处新的温泉秘境 就位在南澳的壁后温泉 采用露天风雨的形式 可以方便民众一边泡汤 一边看美景 冷冷的冬天 泡在四十度到四十五度的 天然温泉之中 被栓林野溪环绕 这里是宜兰县南澳乡温泉秘境 气氛很好 然后整个环境就很漂亮 从南澳火车站出发 七公里的距离 车程不到半小时 南澳乡也是泰雅族源乡 文旋藏身在壁后部落 那这个山景里面什么舒服可以泡打 所以就还有呼应到就是这边的山景 还有那个气流 那个石头 还是原住民的稍微印尸 那个都会进来 早期就是由公所在一个经营的这个 市区温泉 那泉池是属于碳酸氢纳泉 只是在泉池的部分 含流的成分相对高了一点 所以闻起来有一点点的硫磺味 云雾缭绕山卵 在这里幸运的话 还能看见老鹰盘旋天际 对于爱好自然的民众来说 是一大享受 男汤跟女汤 那左侧就有六间的这个家庭池 一家大小也能有私人空间泡汤 难得假期从台北特地开车来的民众 特别有感 有没有觉得被大自然环抱的感觉 有 而且我一直觉得说 这边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些动物什么的 所以我很期待每次来的时候 会有一些什么更新的体验 由于自然美景 连外道路路幅不大 预计只能容纳20辆小客车 为了维护品质 现幅采取总量管制以及预约制 要让前来探访的游客玩得尽兴 东森新闻带之间在宜兰报导 好 今天要带你来到 就是知名的观光圣地南投日月潭 最近又多了一处迷人的美景 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洛宇松 水光倒影浪漫又惬意 放眼湖边美景 错落的洛宇松 让人有置身国外的感觉 特别是这一回想洛宇松的视野 来到湖面上 这视野啊 跟一般的又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在水面上 在日月潭台面上来欣赏 这个很少人 几乎没有船 在客人去参观的一个洛宇松秘境 一早乘船出发 游艇徜徉徉在日月潭湖面 凉风徐徐 波光练艳 沿途风景优美 直到接近整片洛宇松林 弥漫着异国情调 像是步入不同国度时空 整片位于日月潭盘的 大约有百来科的洛宇松 深耕在檀面下 岸边自行车步道 也有不少游客选择骑单车赏洛宇松 来自新加坡的游客 赞叹不已 恨不得多一些时间驻留此地 骑单车沿着步道 一旁整排的洛宇松 直叶泛黄 像走进画中一般 更增添了浪漫窃益 此景只因日月潭油 湖面上赏洛宇松 必须九点前起航 以免潭面的湖水 船身过重 吃水过深导致搁浅 湖畔步道赏洛宇松 则是随时都能走进画中 这美景持续到农历年后 东森新闻 魏宏青 南投报道 还有知名的文化古城台南 有一家书店老板 特别发挥创意 在书架中间就摆上了一张床 让顾客一圆 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梦想 没有想到一推出大受欢迎 有时候有人会走进来 然后会以为我们真的是咖啡厅 经过柜台会跟我说两位 然后我都又故意问他说 那两位要干嘛 他们就是 你这不是咖啡厅吗 阅读空间不是租书店 而是图书馆为概念的二手书店 因为数量丰富 书种多元 再加上环境舒适 是爱书人眼中台南最美的文化风景 一年前原本经营餐厅和民宿的周荣堂 得知原来的书店老板 有意结束经营 他觉得太过可惜 停估之后花了好几百万 买下所有的书 三顾茅庐 说服不缺钱的屋主重打契约 换他接续经营 看我们这个厢也知道我们不是文青 漂亮的地方 好的东西 可以让更多人来知道 我们的感觉是说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好几点 稍微 成功了 几点了 现在七点了 你已经在拍了 对啊 很丑 昨天睡好不好 还不错 只要书多的地方 我就很容易睡着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堆里还有好睡的背包客床位 为了延续台南的文化风景 周荣堂和太太想到把书店 和背包客站做结合 一楼维持书店原有样貌 增设二三四楼空间 做成背包客旅宿 室内设计师发挥巧思 融合书店主题 让书架上不只有书 还有可以整书入眠的空间 进来就很惊讶 很喜欢 我月初才住过台北 晚好 一个晚上说两万多 我觉得住这个地方 睡在书架上的有趣经验 透过网络传播不到半年 今成了台南最有卖点的住宿地点 周荣堂和Emily 用傻镜热爱家乡 替梦想翻页 东森新闻刘家豪高少伟 在台南报道 随时随地的观赏 热门新闻时事 新闻广角进单元 现在还可以上东森美洲电视 脸书官网 欢迎观众来点阅